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来种芦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几个月前 我有回南部嘛 回嘉宜 我有采收了一些种子 芦笋的种子 然后一直没有去跟它处理 各位看就是这些 这个看起来有点橘红色橘红色 就是几个月前我回去 我南部的那个菜园那边 采收的芦笋的种子 那我想说今天就想要把它种 把它种起来 各位看我这旁边有一棵 是我之前有种的 那个撒我撒那个芦笋的种子 然后也是长这么高 这个我想说到时候再来做移植嘛 今天主要是要先把这些 这些种子把它种起来 到时候再看要怎么做移植的动作 各位看这个 我是没有那么功夫啦 你看一般可能会说把种子 这样皮剥掉啦 这个种子再拿下去种 我觉得有点麻烦 我想我就直接直接剥种 这样比较简单 我准备了泥土 还有那个花盆嘛 这个都是很简单 其实上一次我就也是把它就是连皮 就是一起就撒下去 它也是长啊 所以我可能就不用再做那么这么怎么讲 那么繁琐的动作还跟它剥皮啊 然后种子挑出来我想好像感觉很很麻烦 这样就好了嘛 很快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种子就把它摆下去就好了 我都是大概摆一摆啦 就稍微跟它分散一点 这个都是自己南部家里那个采收的 也应该算还是到现在来说应该还是可以 可以播种还是可以啦 看起来都还是 因为还算是新鲜的 稍微好 均匀的分散一些 分散 像这样我都不需要再去买那个芦笋的种子 就这样大概嘛 然后再跟它附一些 先先再附上一些土 好 这样好 这样就给它再浇一点水哈 我的花盆水在哪里 咦 这有个花盆 没关系 也没关系啦 我想去找一下 为什么没看到花盆的水 那这边啊 在我的 在我的椅子后面对不起 找老半天 我再给它喷一喷水哈 一直找一直找 对 这样就给它放放着哈 让它去发芽 然后可能也要一阵子哦 然后它就会慢慢就小小的一直长长长长长 会长得越长越长 然后可能有些人是说要陆续给它附涂啦 那可是至少让它长出来 我再看怎么弄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哈 来那个种芦笋哈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拜拜 拜拜